作为一个展览会展的单位 我们期办了这次的展览 期办了第一届的地色产业能源的展览 那这次的展览有四大主题 第一是能源方面的 第二是环保 第三是水自业 水科技 第四是地色生活 3 2 1 首届的台湾国际绿色产业展 共吸引了150家国内外专业厂商参与 除了透过这个展览平台行销产品之外 也希望借由展会宣传 一口气提升台湾在全球绿色产业中的能见度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生产锂铁电池 那锂铁电池目前是全世界最夯的一个电池组 尤其是用在电动车辆 不管是纯电动车或者是油电混合车 在欧美现在都是大力推广节能减碳的情况下 就可以就是说应用锂铁电池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种好处 我们当然很高兴有这机会参加 尤其看到政府在推动让绿色能源 然后陆续再办一些展览让我们有机会介绍一些最新最高科技的产品 到给一般消费者知道 那这一次第一次参加这个绿能油艇绿能产业展 一方面是宣导说我们除了一般的传统的游艇制造之外 我们也投入绿能的这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太阳能游艇的发展跟开发之外 我们另外也有那个锋利叶片的制造部分 美国各州驻华办事处针对台湾绿色产业发展将带来的商机 特别设立了主题馆共乡胜举 堪萨斯州的州长Mark Parkinson 更是特地来台招商 寻找未来共同发展市场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判断地追求新的能力公司 来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法律 所以任何公司的公司 我认为有近200人 在新的能力公司 PACS的制裁 这些人的和我们的处理 位置的地方 为了新的地方 为了新的地方 要将有新的地方 也想到他们的新的地方 希望有新的地方 该公司于和自身为 开发展成了 和平衡的地方 在我们用选择 他们都可以忽购义 要求他们的这些因素 主办单位外贸协会肩负着行销以及宣导的理念 特别于展会现场设立了绿色科技形象馆 买主一对一的洽谈空间 产观学的专业论坛 以及不同领域的专题研讨会 丰富多元的内容令人惊艳 也令国内外的买主以及参观贵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很高兴的会大小宣布明年这个展会够大主办 明年会跟台湾的电力大会同时来主办 而且会跟刚刚主办过非常成功的太阳能光片论坛 跟太阳能展览一起来主办 希望明年的规模会更大 也希望大家能够再支持再来参与 谢谢大家